会在曼谷来举行 新加坡总理雷显龙 和台湾领袖代表张忠谋 在场边来会谈叙旧 连线资深记者邱婉柔 受到疫情影响 APEC经济领袖会议 已经两年没有实体举行 不过就在昨天跟今天 已经在曼谷登场 很多人都说 真的是很多好朋友 好久不见了 像是新加坡总理雷显龙 他就在脸书上面 PO出多张和各国领袖的合照 当然也包含了我们的代表张忠谋 以及他的夫人张淑芬 李显龙自己在脸书上面说 他们上次在见面的时候 已经是2018年 这APEC的会议上面了 当时张忠谋也是代表 中华台北的 但是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 这APEC的领袖峰会 是因为疫情而取消的 随后两年都是在线上举行 但是很开心在今年 能够再度见到他们本人 另外李显龙自己也说 现在全球经济前景 是充满不确定的情况下 所以不管是中扫企业 以及低收入户 他的冲击是最大的 所以他也认为要借由 这一次的会议 让APEC必须共同合作 来提倡永续性 以及包容性的成长 他自己也说 在疫情下可以证明说 没有一个经济体是有望 可以完全自给自足的 那么除了李显龙 跟我国的张忠谋 以及张鼠芬拍下这照片之外 其实在ABC的代表对话上 李显龙也再度碰上了张忠谋 所以他也主动到他身边 短暂交谈 APEC登场学者认为 这些与会的成员 虽然跟台湾没有正式外交 但是能够进行双边沟通 参与文化交流各项会议 参访行程 在APEC年度领袖州的场边 来自台湾派出的青年代表 这是APEC未来之声的 青年交流计划 这边最重要的目标 是要朝你一份青年宣言 也就是根据今年的APEC主题 我们会定定说 我们希望政府还有私人部门 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那等到我们完成之后 我们就会把这一份青年宣言 交到总理的手上 APEC创立以来 持续注重区域内青年的发展 1998年正式成立APEC 未来之声青年交流计划 核心目标在培育 下一世代的亚太区域领袖 这回代表台湾前往曼谷 学生们都很有感 泰国其实长期以来 经济非常仰赖观光旅游业 那可想而知 这几年疫情情况之下 对他们来说 产生非常强大的经济的影响 那所以他们希望今年透过 Open Connect and Balance 这三大主题来解除各经济体 在经济上面贸易障碍的总统限制 台湾大概在年中 我们跟纽西兰 加拿大还有澳洲 有共同签署一个 原住民经济合作发展的倡议 那其实主要就是在说 我们在追求经济成长的同时 我们也要更加包容 然后确保所有人都有 在社会上都能够得到 这个经济成长的支持 就是觉得数位 然后应该还是今年台湾在这个APEX上 可以强调的一个主题 那也是我们历来最擅长的一个计划 台湾是半导体产业重镇 在区域经济体积工艺链 任性上扮演关键角色 透过数位转型软实力 台湾有无可取代的地位 这回代表台湾出席的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在行前就曾透露 将充分对全世界传达台湾的立场 台湾希望加入这个区域经济整合 比如说这个CPTPP 那APEX有一些是相关的成员国 那可以借这个机会 跟他们进行一些双边的沟通 为了促进区域经济整合 包容及永续成长 增强APEX政策研究与分析能量 台湾这次也捐款220万美元 支持APEX数位创新子基金 海洋废区物管理与创新子基金 APEX是一个论坛 那透过这个论坛其实台湾可以跟这个区域很重要的一些经贸伙伴进行双边 而且很多重要的这种共识其实是在双边达成的 那这个其实是APEX真正的价值所在 包括农业技术援助 电脑高科技产业输出 台湾在某部分扮演领头羊角色 却正认为这在国际空间受限下是很难得的事情 在经贸自由化的方面 还有包括像贸易便捷化 还有像一些技术的合作 都纳入在APEX里面 甚至在2001年 美国的911恐攻事件之后 APEX也开始讨论一些包括 如何透过金融合作 还有跨国合作去遏制这些国际恐怖主义的蔓延 包括像国际反恐 不管是在情报或者是金钱的流向洗钱等等 怎么可能缺了台湾 因为政治因素台湾角色有所设限 像是无法轮流举办部长级会议 再加上近年来受到区域经济合作建制的挑战 在国际舞台上台湾也努力争取能见度 这几年大家把目光焦点逐渐转移到RCEP跟CPTPP 我觉得台湾当然必须要掌握APEX 它残余的被利用价值 然后看看台湾现在包括像电子高科技产业 还有至少它的一些改良农业方面 在国际上还算进步 不要太过于着重于这些政治上的角力 外交空间并非一蹴可及 与国际伙伴进行有意义的接触 着重在有实质收益的经贸技术事务上 身为区域经济体的一份子 台湾也能担任积极贡献者的角色 TVBS新闻陈有想往后与台北采访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晤 讨论了双边的贸易议题 更多重点交给宛柔 在这APE的领袖峰会 除了领袖跟领袖间的对谈是值得关注之外 其实场边也有一些会议是值得关注的 像是美国的贸易代表戴琪 他也跟着大陆的商务部长王文涛 来进行双边的部长会议 谈什么当然就是美中贸易了 这也是继11月14号拜习会后 美中首度有中高阶的官员会晤 根据美方这边释出的讯息 其实他们主要就是谈论 美国对APE的愿景 还有讨论美中双边贸易的问题 至于陆方这边则说 他们是就多边以及区域的经济问题 同意来持续保持沟通 但这有没有可能是美中贸易战的 两国荣兵警号的那个讯号 其实华尔街日报他们就分析说 虽然华府将持续关心中国非市场的经济作为 但是他们并没有讨论双边贸易 或是解决问题的新倡议 美中的领袖代表在场外来会晤 那台湾方面又做哪些努力呢 连线给曼谷现场的特派记者陈宇文 好的 您看到是在亚太经合会曼谷的最新消息 在今天稍早的时候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场边有了简短的谈话 而目前美中两方都没有公布任何的会面的照片 或者是影像 不过我们看到根据大陆官媒指出 习近平对贺锦丽说 在先前跟拜登会晤的时候 是一场具有战略性以及建设性的会谈 因此希望美中双方可以进一步的增进 互相的了解 来减少未来误判误解的风险 以及希望可以推动美中关系 重回这个健康的正轨 并且希望可以寻求 双方能够维持畅通的沟通管道 另外再看到的时候 其实在昨天的时候 是大陆商务部部长 也跟着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戴琪 有了双边会谈 不过这也被认为说 这是一个中美两国 这是全球两大经济体的一个高层 恢复高层的经济的对话 不过我国的代表是政务委员 邓正中他是我们的经贸谈判总代表 他也证实了有跟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有了双边会谈 而且该谈的都谈了 所以可以看到的是 在今天下午是iPad峰会的最后一天 也预料我国的代表张中某 应该是有机会跟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 有双边的会晤 而预计在台湾时间的今天 傍晚六点半 张中某会来召开一个国际记者会 包括他此行iPad的一些外交的成果 目前已知是将近有30家的外媒 已经报名要参加了 所以可见是在整个台海紧张之际 其实各家外媒都很关注 张中某此行的iPad成果 以上最新主播 我国的iPad特使张中某的妻子张淑芬 今天早上是用慈善来做外交 关心泰国的弱势儿童带您关心 泰国弱势儿童用画作感谢台湾 还有这幅台湾黑熊 张淑芬看了很有feu帮忙加几笔 用不同的技巧来把它拉出比较有力量 张淑芬不只来教画画 还有重要任务 张淑芬在我国驻泰代表的夫人陪同下 到着自闭证基金会 并且代表我国捐赠了30万泰铢表达支持 从台积电做公益到泰国iPad用公益凭外交 走在东道主泰国总理夫人后方 张淑芬用自己画作设计的黑色旗袍洋装 并开心的向美国敌人先生任德龙介绍 一边逛艺术品一边讨论 两人很有话聊 同框习近平妻子彭丽媛 隔着泰国越南第一夫人 张淑芬跟彭丽媛看似也有交谈 打招呼弹是有的 在这种场合你总是要把他放放的 我没有特别去找他讲话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PO照片 跟张淑芬夫妇两开心交谈 李显龙说很高兴再度面对面会晤 他的秘书在催他快点快点 我们还要继续聊 我们聊得很好 时间有点太短 外交部也证实张淑芬已经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 感谢日方对台海稳定的支持 并且日方继续的挺台湾 加入国际组织 而就了解张淑芬可能在APP最后一天 还会跟重要盟友有场边会谈 以上TB初壮权陈永文 在泰国曼谷采访报道 国际紧张 北韩再度发售了一枚洲际弹道飞弹 日本和美国方面随即举行了联合军演 交给宛柔 就在昨天北韩又再度发射飞弹了 而且根据日本的了解 他们说这个飞弹 他如果再加上弹头的话 他的射程是足以射到美国本土的 而为了抗议北韩这样的行径 美日也立即展开了双边演习 要增强着美日同盟的贺阻和应变能力的 现在美军到底有多少人 进驻在日本的国土上面 最了解目前现在驻日美军 大概有5.5万人 他们大概都在哪里 冲绳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还有东京以及青森 都有美军影子 我们想要稍微整一下Sandy OK OK 你可以唱完整首天后吗 太难了啦 不行耶 怎么办 程师安 你哥还不够红 哇 这个影子也太大了吧 这个是养鱼场吧 我们去马尔蒂夫 去吧 他拿了就要回来 他任务完成了 你好棒喔 你根本就是快递 你吃完吗 你吃完吗 你回来 喂 我不想要 我们俩再录一下 我们俩就会谈恋爱了 我们俩就会谈恋爱了 对 你要不要赶快唱一首情歌 不行 我要剪屎了 好 不要以为你当歌手那么简单 剪屎还是要自己剪 程师安 剪大便 我的狗脱僵了 你怎么跑出来的 我的牛仔褲破掉了 加油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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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门喜事 我很够 TVVS42台加油喜事 在这里一天过上苦豪的生活 进去郭老板说 你要菜单上所有的菜 真的 真的 有卷子 然后还有猪肉 大王 好多了的 50块 这个不是小文包 是大文包 好大喔 这样子一个50块 怎么办要找喔 整锅满满的 感谢明星321 冠名赞助多出 武魂修复至少能够騙过肉影 就是你不可辨识 刷新最贵瓷器记录 11.6亿转心屏 内部玄机 有奉来宜转心屏 没有四个细节 环环相控 缺衣不可 故宫文物修复启事录 周六晚天11点56台 第一观点 加油 启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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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事